农田灌溉水怎么变成了泰式奶茶呢? 台中民待去年10月接获南屯正品里农民的反应 送宴后并非是水污染 而是上游重化区建案抽取地下水 因为该区地质铁质含量较高 导致变色 虽然水质正常 但是农民仍然忧心 希望能够改到排水 灌溉沟渠怎么变成泰式奶茶的颜色 这里是正品里的农地 农民看到这咖啡色的水 心惊惊 根本不敢饮水灌溉 沾到水都这样黑黑的 它有铁质啊 炒下去的菜 那个汤汁有稍微黑黑的 我们对轮体不知道有没有危害啊 天天的累积起来 农民表示 平常都用这里的水浇灌 现在水质变色 闻起来还有淡淡的铁锈味 叫人怎能不担心 市议员刘士忠向市府反应后 环保局检验水质 结果是 从12月到现在目前检测了五次以上 那每次都是没有超过我们 那个水质的检验标准 重金属的部分完全都没有超标 那我们这边也有在加研铁的部分 那铁是没有在环保法令的那个水质的 排放那个检测标准里面 我们作为一个参考 确实这一带的地下水 它有存在铁质的部分 那我们其实有针对这一区所有的附近的工厂 我们都有去做全面性的入厂机场 目前那边是没有发现到排放污染违法的这个状况 初步排除工业污染 环保局拿出检测资料 推测是上游的第五单元重化区 迎接岸需抽取地下水 导致含铁量较高的水流到下游灌溉沟 造成铁离子遇到空气后变成氧化铁附着在水沟边 并让水质表面变色 但地方农民还是有疑虑 市府相关单位表示 现阶段将朝向厘清根源问题努力 市议员刘士舟说 如果是自办重化区的水道需改善 需竞速也拟对策 自办重化区 这是刚开始在盖的两个建案 未来还要好几十个 甚至上百个的建案 会在抽地下水 那种情况是不是能够这时候来讲话 未雨绸缪 赶快来讲话 把这未来以后可能会抽地下水的这些建案 他们的抽起来地下水 能够往别的地方排 或是另外有这个路线 让这种情况能够不要一二再再三张反复来发生 明代市府官员多次会看 要找到问题根源 地方也期盼 尽速把干净的水质还给农民